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现在全国的高考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有很多小朋友跟我说 能不能讲一讲高考的话题 比如说中国古人是如何高考的呢 我正好前一段时间看了中央电视台的一部纪录片《科举》 所以就想借着这部纪录片跟大家聊一聊科举的话题 为了聊科举 我们首先先来谈一谈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 我们知道这个官员对于一个国家机器的运行有很重要的意义 但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 官死了之后怎么样来补充新的官呢 这就是所谓的选官制度 不同的时代选官制度也不一样 比如说从周朝开始 西周 东周 在周朝的时候选官制度叫适清适路制 适清适路什么意思呢 清就是当官的 是吧 路就是奉路 适清适路的意思就是说吧 当官的后代永远当官 奉路一直都给 这就是所谓适清适路 我简单说叫适习制 但是在周朝刚开始的时候就分封天下 把这些有公之臣分到各地去做诸侯 诸侯下面有一些小封建筑 就是所谓的士大夫 对吧 所以就形成了天子诸侯士大夫这样的一个层级的划分 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这种制度实际上是比较先进的 大家齐心协力 把国家治理好 但是后来到了周朝的晚期 就春秋战国时候已经礼崩越坏了 对吧 那诸侯开始夺天子的权 士大夫开始夺诸侯的权 甚至于那些士大夫的家臣们都开始夺士大夫的权了 在礼崩越坏的情况下 这种制度已经不能选出合适的官了 所以就出现了很多像什么三家分禁 田氏戴琪这样的问题 所以很多国家的国军都在想 我们怎么样进行改革 选出真正有才能的人 那么走得比较远的就是秦国 对吧 因为秦国比如任用了白里西 商鞅这样的人进行变法 把他的那些贵族的土地拿回来 然后分给农民 告诉农民 你只要努力工作 你就可以吃饱饭 你要是上战场打仗 打了仗之后砍了敌人的脑袋 你就可以有军功 有了军功你就可以当官 对吧 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激励民众 结果秦国就特别强大 对吧 好 这是在周朝的时候采用的是世青世禄制 后来秦朝统一天下 就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帝国 后来秦朝灭亡 就是汉朝 到了汉朝的时候 他延续了秦朝这种统一的 这中央集权的这种治国的方法 所以就不再有地方的诸侯了 也没有世青世禄制了 他采用的这种选官方法 称之为查举制 什么叫查举制呢 就是说我要选官 我怎么选 我让地方去推荐那些品行比较好的 才华比较高的人到中央来 中央再去考核 发现这个人确实是不错 就让他当官了 这就叫查举制 比如查举有很多种 比如说可以举笑脸 是吧 什么叫笑脸呢 就是说这个人他非常的孝顺 做事又清脸 这个我们就称之为笑脸 对吧 还可以举冒财 冒财也叫秀才 冒财的意思就是这人有才华会读书 就叫冒财 还有什么贤良方正 什么乱七八糟的 各种各样都有 比如曹操当时就是举笑脸 是吧 入室的 当了一个小官慢慢又提上来了 但是这种制度也有它的问题 因为推举的人是谁呢 是地方的这些当官的 而地方的这些当官的人 一般都是当地的豪祖 他一定会去找推举那些自己的人 对吧 自己的子弟 或者自己的亲戚朋友这些人推上去 所以就更容易加强这个利益集团 造成了一些腐败现象的发生 所以有人说到了这个后期的时候 查举制已经变成了什么 举秀才不知书 举笑脸复别居 就是说你这个人是秀才举上来的 举上来之后一看你连书都不会读 说你这个人是举笑脸上来的 结果发现你把你的老爸爸都给赶出去了 不让他进家门 是吧 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所以查举制也是亟待改革的 然后三国时代的后期 到了魏晋时代以及南北朝时代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 它的选官制度又是怎样的呢 这种制度称之为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是由三国的末期陈群创立的 它的这种方法跟这个查举制有所相似的地方 都是从地方推举过来 然后中央进行考核 它所不同的地方在于 推举的人是中央派下去的 就是中央会派官员到各个地方去考察 然后找出这些品德比较好的 才华比较好的人 分成九个品级 叫上上 上中 上下 什么中上 中中 中下之类的 就是分成九个品级 然后再进行考核 考核完了之后让他来做官 是吧 所以他最大的区别就是把这个推取的权力 收归到中央来了 这样一来就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腐败的发生 但是问题是 就是我们中央的官员是哪来的 不也是各个地方来的吗 所以而且往往是这样 在中央有这个胡广来的这个官 就把他派到胡广去 是吧 有北方来的官就把他派到北方去 去找这个人才 这样一来他也容易跟当地的这个豪强勾结 然后形成利益集团 所以到了后期也出现了所谓的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士族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我们总结一下说这三种制度它有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它有很严重的腐败的情况 对吧 你有可能会相互勾结 对吧 第二个就是普通人就是平民 平民的人才他没有上升的通道 你这个如果你是穷人的话 你基本上是当不了官的 对吧 你找不到一个赏识你的富人 找不到一个地主来提拔你 你就一辈子当不了官 但他最大的问题是容易形成地方的好族 就是说一旦你这个家族比较大比较厉害当了官了 你一个人当官 你们一家全当官 而且永远都当官 而且我这个官越来越当越大 这地方都属于我了 那这样一来对于中央集权是非常不利的 就容易出现国家分裂 所以在大义统的时代 一般统治者都会希望压制豪族势力 不让他们太厉害 对吧 同时这个帮助普通的农民 让他们能够有上升的通道 国家就可以比较稳定了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科举制度就诞生了 科举制度是从什么时代开始的呢 是从隋唐 隋朝的时候开始的 隋唐 我们知道隋朝是一个比较短命的朝代 只持续了两个皇帝 但是隋文帝其实还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皇帝 在他的治理下这个国家非常的强盛 很多的农民家里面粮食都放不下了 对吧 骨仓都堆满了 非常强盛 所以小地主越来越多 于是隋文帝就想 我们怎么把这些小地主中的人才挖掘出来 于是提出了一种方法 就是考试 那么到了隋阳帝的时代 他就被制度化了 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科举制度 那也就是说从隋朝开始 人们开始进行开科取士 开科取士就是考试 以考试的成绩来论高下 对吧 考得好的就可以当官 自由报考 这回我不再限制你的身份了 基本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报考 当然在后面有一些人不能报考 比如说在明清的时候 像这个昌幽历造 他就不能报考 就是演戏的不能报 还有一些什么衙门里边的那些衙役 什么主作 他们不能报 不光他们不能报 他们在后面子孙三代也都不能报 但是除了这些人以外 大部分人都是可以自由报考的 而且还形成了这个制度 最开始在隋文帝和隋阳帝创立这种制度的时候 可能没有想到这个制度会持续这么多年 这个制度影响了中国1300年 直到1905年的时候才被废纸 而且不光影响了中国 它也影响了像日本 韩国 越南 这些国家也一直都是在实行科举制度的 可以说对整个东亚的这个文化 都是产生了很深刻的一个影响 那么在唐朝的时候 这个科目就越来越多了 不是说只考一科 比如说只考四书五经 最开始不是这样 它考很多种 比如说它可以考这个进士科 进士科 考诗词歌赋 还考一些什么经义 就考这些东西 还有比如说像这个明经科 明经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就考你背经 能不能背得下来 比如考这个贴经 把一个书中间有一段给你盖上 问你这一段这几个字是啥 让你听空 是吧 然后还有比如说给你一段话 问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明经科就是考死记硬背 所以它相比于进士科来讲 可能稍微的看起来没有那么高级 你只要能背下来就行了 所以这种说法叫三十老明经 五十少进士 就考进士非常难 但是考明经就比较容易了 如果你要考上了明经 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就跟我们现在说 我们考了个中专 是吧 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就这意思 然后还有比如说像这个明算 就是考算术的 明法 考法律的 等等吧 当时在唐朝的时候有五十多科 还有像武则天创立了五科 后来我们所谓的五状元 是吧 武则天还创立了殿士 就是在那个皇上亲自主持的这个考试 最后皇上是钦典你为状元 所以你跟皇上之间建立了另外一层关系 就是你不只是君臣关系 你还是师生关系 对不对 所以你不得拼命为我干活吗 对吧 所以这个都是从唐朝的时候开始 那么相比于后来的科举 唐朝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 比如说他不糊名 什么叫不糊名呢 就是我们现在高考卷子都是糊名的 什么叫糊名呢 就是我把卷子那名那里边盖住 对吧 看不见 现在我们基考 叛卷的人也不知道这卷到底是谁 但是在唐朝的时候他不糊名 就是这个卷子是通的 是吧 然后这个叛卷老师会实行这个通榜行卷制度 什么叫通榜行卷呢 就是说我先看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在社会上有没有名气 如果这人要有名气 我就多给你打几分 如果没有名气 我就少给你打几分 对不对 那有没有名气看什么 看这人写的诗 这人写的诗在全社会上流传 那这个人就是有名气 我们就给你多考几分 所以在客观上就促进了这个唐朝 诗歌特别的繁荣 举两个例子 一个人名字叫王维 这个王维当时去考试的时候 就先托人去找到了玉珍公主 然后给玉珍公主弹琵琶 结果把玉珍公主给流泪了 玉珍公主就赶紧跟这个主考官就说 我这个人特别有才华 最后王维就考了状元 是吧 还有一个人叫白居易 这个白居易刚开始来到了这个长安之后 想考试 然后就找了一个大诗人 名字叫顾邝 就跟他说 说你能不能帮我这个提携一下 是不是 然后顾邝说 你的名字叫白居易 你想在我们京城里白居 那可是不容易 结果就看到了白居易的诗 叫《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结果就说 你写出这样美的诗来 那你以后不光是在长安了 你在全天下任何一个地方生活 你都非常容易 白居易 是吧 后来白居易也就考中了 这些都是在唐朝的时候的一个特点 这个太宗皇帝有一次看近视名册 看了那么几十个人 一百个人 结果看着看着就突然之间踱步走到外边去 然后就喊了一句叫什么 天下英雄进入我够中矣 就说明了什么 说明太宗非常的高兴 他高兴什么呢 他高兴就高兴在 现在我们已经给了平民一个上升的通道 这些平民不用造反 他只要好好读书 就能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就能统治国家 他自己的生活也会变得好了 那这样的话国家不就长治久安了吗 所以就感慨说天下英雄进入我够中矣 是吧 好 这是在隋唐的时代 那么再往后国家又分裂了到了五代 是吧 然后再一次统一就到了宋朝了 那么宋代的时候是科举的大发展的时代 宋朝应该说我们中国人的读书的传统 是真正确立起来了 首先宋朝相比于唐朝有一些改进 比如说首先第一个改进 他扩大了招生 原来可能招一百个人 现在招好几百个人 到最后招好几千个人 就扩大了招生 这是第一个改进 第二个就是他胡明 现在我们不能再看这个考生到底是谁了 我们一定要公正胡明 所愿就是以前的时候 可能大家就是随便找一个屋子 然后大家就往那一坐就开始打卷子了 现在就不是了 要在一个特殊的地方 比如说贡院 贡院里边很多个小格子 你就坐在小格子里边 是吧 然后一旦开始考试了 所有人都要锁在这个整个大院子里边 谁也不许出去 包括考官还有这个考生都不许出去 吃喝拉撒你都在里边解决了 这就是所谓的所愿制度 还有就是藤禄 什么叫藤禄呢 就是说虽然这个考生的名字被糊住了 但是笔记还容易被看出来 为了防止作弊怎么办 先找人拿这个笔 把他的卷子腾抄一遍 然后把腾抄的卷子给这个考官 这样就避免了因为笔记的不同 而造成了这个腐败 是吧 所以说从制度上 宋朝已经非常完善了 而且宋朝真正的实现了 学而忧则是 学而忧则是这句话 这句话其实是在论语里边说的 但是过了这么多年 学而忧则是这句话才真正的体现出来了 在宋朝 宋神宗就写过一首诗叫做《劝学》 书里怎么写的呢 说富家不用买良田 书中自有千中素 安居不用驾高堂 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眉 书中自有颜如玉 就是说你要想有房子有地 还想有个好老婆 你别的事什么都不用干 你就好好读书 你好好读书了之后你就什么都有了 是吧 皇上都这么说 而且我们都知道的一些故事 像什么投悬梁追刺谷 凿避偷光当阴硬雪 虽然这些故事都是发生在古代 但问题是他们都是在宋代的时候 突然之间流行起来 宋朝把读书人打造成一个全民都敬仰的偶像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读书人多年的寒闯苦读 去博得一个功名 比如说有这么一个人 他在这个书院里面读书的时候 突然听说皇帝从旁边路过了 所有其他同学都去看皇帝去了 招他也去 他说我不去 以后再看也来得及 然后在这接着读书 而且早上起来就是做一碗粥 这碗粥凉了之后把它化成四块 早晚各吃两块 是吧 然后就是咸菜就吃了 这就是所谓的华粥割击 然后有人把这个好的饭菜给他 说你吃点好的吧 他不吃 让这个好饭菜发霉 别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发霉 为让他发霉你不吃呢 他就说了 说如果我要吃了你给我的这个好饭菜 我就吃不了我这个粥还有这个咸菜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吃这个好的东西 说的这个人是谁呢 他的名字叫范仲淹 是吧 范仲淹说了这些话之后 果然最后考中了进士 然后就见到了皇帝 是吧 范仲淹有一句名言叫什么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对吧 所以这个范仲淹其实就是通过读书上来的人才 不仅有范仲淹 在宋朝有很多很多的改革家 政治家 文学家 都是通过科举上来的 比如说王安石 王安石 再比如说司马光 杂纲那个 是吧 司马光 再比如说欧阳修 这些人其实都是通过科举上来的 所以说科举制度对维护宋朝的统治 其实具有很大的意义 比如说王安石他进行了改革 其中有一项 就是把科举的这些科目 从以前一大堆科 就只取一个叫进士科 就从此之后 这个科举就只有进士科了 当然还有五状元 文科那就只有进士 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科就都没有了 而这个制度后来也沿用到了明朝和清朝 而且我们学历史的时候都知道 在宋朝的时候其实北方一直在打仗 所以南北的差异 南北的差异就越来越大 南北差异的意思就是南方人考试成绩特别好 为什么 因为南方稳定大家可以安心读书 对吧 北方战乱 那还读什么书 没法读 所以北方的进士就特别少 最开始的时候南北的比例大概是3比1 结果到了北宋的末年接近于100比1 那意思是啥 就是说你100个南方进士你才会有一个北方进士 当然这种现象引起了一些朝中大臣的注意 比如像司马光 司马光就是北方人 他说你这种情况下对北方的学子不公平 我们应该按人数来 这个10个人我们就取一个进士 对不对 但是欧阳修就反对 欧阳修是南方人 欧阳修就说这个我们应该公平 对吧 公平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的 你考的好你才能上 那你北方考的不行你就不能上 对不对 所以就争执 皇帝当然也知道应该稳定北方 是吧 让北方的这个进士们多一点 但问题是现在的朝廷里边 大部分的人都是南方人 是吧 所以皇上也不敢去违抗这帮南方人的这个利益 所以最后皇帝只好说 我们还站欧阳修的这种说法来 但是在录取的时候我们应该适当的考虑北方 这件事情在宋朝的时候没有解决 后来到什么时候爆发了呢 就是在明朝的时候 明朝1397年的时候 朱元璋就出现了一个南北网案 什么意思就是一次考试的时候考共生 结果发现这录取的52个人全都是南方的 一个北方的都没有 结果这个北方的学子就不干了 就开始敲鼓 就鸣冤就说肯定有问题 是吧 朱元璋说查 给我仔细的查 结果派了一些人去查 查到最后的结果是 果然这些南方人考的就是好 这北方人考的就是不好 对吧 所以这个考官没有什么问题 结果朱元璋是怎么做的 朱元璋怒了 把这些查案子的人 还有那些考官全都抓起来了 凌迟处死 然后把那个南方的状元也处死了 后来朱元璋自己亲自搞了一批共生出来 而这些共生全都是北方的 61个人全是北方的 一个南方的都没有 说这件事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在历史上也是一个谜 不过现在很多人猜测 可能是因为朱元璋要拉拢北方的人心 因为北方毕竟还是不稳定 北方还有北元 是吧 所以要拉拢北方的人 让北方的人能够安定下来 不至于造反 所以朱元璋才采用了这样的一种方法 宋朝之后就是元朝 元朝一会考 一会不考的 所以咱把它跳过去 直接到明清时代 明清时代已经是科举制度 逐渐走向僵化的时代了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明清时代的这个考试制度 首先一个人他到一个私塾里边去读书 然后他要考 考什么呢 考一个叫做县式的考试 考过了之后再考一个叫做府式的考试 这两个都考过了 他就叫什么呢 他就叫童生 童生 是吧 就一般来讲都是小孩嘛 就是叫童生 那么童生如果再考一个考试 叫做院士 把这个院士也考过了 他就叫秀才了 就叫秀才了 秀才就已经是有功名的了 什么叫有功名呢 就比如说普通人建了县官 你得跪下喊青天大老爷 对吧 这个秀才不用 秀才冲着县官就拱拱手 不用下跪 再比如说一般的人在这个犯了案子的 可以刑讯逼供 秀才是不能打的 还有就比如说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姚意 就是要免费的为政府劳动一段时间 如果你不愿意劳动你交钱 但是如果你考中了秀才的话 那你们家就免除了姚意了 所以秀才本身就已经是有功名的了 以前还有一句话叫秀才骂四方 这句话挺有意思的 他指的是说在清朝的时候规定 如果你骂人就要被打板子 如果你骂我 我再回骂 咱们俩一起打板子 但是如果这个人是秀才他就不用打 对吧 所以秀才可以骂别人 别人不能骂秀才 所以就叫秀才骂四方 挺有意思的 那么如果秀才要继续考试 就参加了国家级的最低级的考试 就叫乡试 乡试是在省城里举行的 是在省城里考的 如果你通过了乡试的话 那么这个人就叫做举人了 那考上了举人可就不得了了 对吧 我们都知道翻进重举之后就疯了 因为举人实际上就已经是官了 只不过他可能是没有这个实职 等着什么时候有了空 就把这个举人安排过去 这举人的地位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 如果你在考乡试的时候考了第一名叫什么 就叫所谓的谢元 考了第一名 好 那么如果你考上了举人的话 乡试不是每年都有 乡试是三年才有一次 一般是在那一年的秋天 放榜的时候正好是桂花开的时候 所以叫桂榜 然后在乡试之后的第二年 在北京或者是在南京 在京城会举办什么考试呢 就叫做会试 凡是举人你都会发盘缠 然后到京城里去 参加第二年春天的这个会试 在会试的时候 各地的举子们跑到北京里来 是吧 这个吟诗作画 是吧 互相吹捧 就形成了一个很壮观的这个场面 然后在京城的贡院里面就考试吧 如果你会试也考过了 就叫什么呢 就叫贡试 也叫贡升 如果你在这个会试里边考了第一名 那可就是全国第一了 对不对 你叫什么呢 你就叫做会员 会试的第一名叫会员 是吧 那么考完了会试之后 我们说武则天那个时候创立的殿试 就皇帝亲自主持的 所以这些人 这些贡生们 对吧 再会参加在紫禁城里边 在皇宫里边举行的 叫做殿试 这个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 在皇宫里边举行的 是吧 皇帝可能会问你一些问题 然后你去回答 然后再答一下卷子之类的 如果殿试考过了 叫什么呢 就叫进试 是吧 当然注意 这个殿试它不是选拔性考试 进来的所有贡试 它最后都会变成进试 百分百度取缕 只要你在考试的时候不要骂皇上就行 你就百分百度取了 但是进试会排一下座次 叫一甲二甲三甲 其中一甲就只有三个人 这三个人分别叫什么 分别叫状元 是吧 还有榜眼 还有探华 第一名叫状元 第二名叫榜眼 第三名探华 所以说状元咱们看有多难 三年才会有一次相试 然后才会有会试和电试 所以每三年才出一个状元 是吧 我们现在是说 每一个省的第一名都叫一个状元 其实这个不是 因为每一个省的第一名 相当于是相试的第一名 那你应该是个谢元 这才对 是不是 人状元是每三年全国才出一个 那才叫状元 是吧 那么如果有一个人 他在相试的时候就是谢元第一名 会试的时候又是第一名会员 电视的时候又是第一名状元 那这个人就叫什么 就叫廉仲三元 在历史上廉仲三元的人非常少 这个一千多年算下来 一共只有十几个廉仲三元的 其中清朝有俩 明朝有俩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考试它是文科考试 随意已经很大 你最后得状元那个人 他前几次考试中不一定能得第一名 所以廉仲三元的人实际上非常少 清朝在两百多年的统治之中 一共考出了两万六千多个晋史 也就是说平均每一年是一百个左右 跟我们今天考清华北大比 清华北大一年只要六千多个 对吧 所以要难度高上六十倍 因此考中晋史 绝对是可以光动要组的一件事 那么这个科举制度最终是怎么终结的呢 咱们来说一下科举制度的结束 其实从明清开始 科举制度就逐渐地走向了僵化 逐渐走向僵化 从一个先进的制度变成了一个落后的制度 这个僵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内容上 以前考科举 还考诗词歌赋 你写个诗干嘛呢 是吧 但是到了明清时代 我们就不再考这些玩意儿了 内容上就是四书五经 四书是哪四书 就是孔子孟子大学中庸 是吧 这个五经 诗书李懿春秋 就考这四书五经 而且对它的理解也仅限于朱熹的那本书 你就把这朱熹那本书加四书五经 都看明白了 你就可以考上了 是吧 至于说那些唐朝的诗歌什么的 你根本不用看 所以很多人就讽刺这些人 比如说犯禁重局里边 就是犯禁重了局人之后 别人跟谈苏氏 他还说苏氏的文章要是不好的话 不录取也很正常 是吧 他不知道苏氏是谁 同时从形式上来看也非常的僵化 在朱元璋的时代开始 后来逐渐确立了 就是以八古文的方法来进行取式 八古取式 八古文是一种文体 这种文体它有文章要死板的分成八个部分 每一个部分它的形式都是固定的 什么声调 字数都得是固定的 是吧 所以一方面来讲 从内容上来讲 你只学四书五经 带圣人立言 你不能说自己的观念 从形式上来讲 变成了一个文字游戏 就是你必须得能够通过固定的格式 音调和字数把这个内容表现出来 看谁凑字凑得好 对吧 所以这样一来大批的文化人 就钻到了这个文字游戏里边 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 有很多人可能在某方面是具有一定能力的 但是因为八古考试 他们就考不上 比如说 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叫蒲松林 蒲松林就是考不上 一直到七十多岁 别人看他太可怜了 给他补了一个功名 还有一个人叫洪秀全 洪秀全我们不得不佩服 这人还是有点本事的 对吧 但是洪秀全当时在考试的时候 连考了四次俯试他才考不过 就连同生这个名字他都没有 在考试的过程中 别人传教的送给他一本小册子 回到家里边之后 因为考太多次太难受了 就生病了 生了一场大病 在昏昏恶恶之中就梦到了上帝 于是说 那你不让我考中 我自己 我自己创个教 以后我自己当了皇上之后 我自己搞科举 是不是 后来这个洪秀全站在南京之后 果然就立刻开始了科举考试 所以说洪秀全对科举 其实是有一种非常崇拜的心的 只不过他自己考不上 就是这种制度 他对于某些人来讲 他确实是不合适的 其实在康熙的年代 康熙就说八古文不合适 我们应该改掉 但是苦于没有其他形式来替代他 所以最后还是一直沿用了这种科举的 这种那个八古的形式 那么具体在什么时候 人们决定要放弃八古文呢 那就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 两次鸦片战争中国都输了 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 觉得好像我们已经非常强大了 对吧 派遣刘岳生出国 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 然后回来 结果没想到费金的心机造的北洋水师 最后在甲午战争中 几十天就被日本打趴下了 对吧 所以1895年这个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给了这个洋务派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洋务派发现中国跟国外的差距 不仅仅是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个差距 很多时候它可能是体制文化这样的一个差距 所以就开始思考是不是要废弃八古文了 正巧在甲午战争结束的时候 京城正在那搞会事呢 然后一帮举子们听说 哇 甲午战败了 要赔款两亿两白银受不了了 就开始闹 对不对 这就是著名的什么 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 其中有两个很著名的人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然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就上述给光绪帝 说我们要进行变法 在1898年的时候实行变法 所谓的百日维新变法 然后把八古文给取消了 但是后来慈禹太后发动政变 又把它改回来了 是吧 这就是在1898年的时候的事 那么最后八古文是什么时候被废弃的呢 是要到了1900年 1900年又有一场战争 那就是八国联军 清华战争 慈禹太后想靠义和团来收拾一下洋人 结果没收拾好 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 打进了北京之后 慈禹太后仓皇出逃西安 在逃跑的过程之中 她就发现了说我们再这么搞下去 清朝肯定是要亡了 所以在1901年的时候 慈禹太后借着光绪帝的名义 发布了一个议址 说我们从此之后不再考八股了 我们改革京师大学堂 我们改革学校 开始学习先进的这种科学技术和文化 对吧 然后到了1903年的时候 几个大臣再次上奏 说我们要彻底的把科举给废掉 慈禹太后同意说花十年的时间来废掉科举 但是到了1905年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件事 这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打仗 但是居然在中国的土地上打 是吧 非常神奇 那么在日俄战争进行的过程之中 日本战胜了俄国 所以这件事给清朝很大的一个打击 因为清朝觉得日本这种小国家 以前是自己的跟班 打败了自己算我不行 但是你居然把俄国也给打败了 所以他发现原来变法真的可以图强 于是袁世凯等等人就开始窜跺慈禧太后 说我们已经没有十年时间可等了 我们必须要立刻开始废除科举 于是在1905年慈禧太后又发布了一个一旨 就是废科举 从此从隋朝开始持续了13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 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其实科举制度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 绝对是一种非常先进的选拔人才的方法 因为它通过考试成绩来选拔人才 而不是通过推举这样就避免了腐败 给了平民一个上升的通道 同时压制了地方的豪足 所以对于国家的稳定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那么在后期的时候 之所以采用这种僵化的考试形式和内容 它主要是为了统一所有人的思想 对于维护帝国的统治 其实也是有正面意义的 但问题是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就错过了西方工业革命的这段时间 造成了中国在近代的落后和挨打 科举制度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层面 直到现在我们在考试中依然能够看到科举的影子 比如说我们还把考试考第一的那个人叫做状元 我们还用头悬梁 追刺骨 囊硬硬血 来鼓励我们现在的学生 学而由则这种思想 在很多家长的脑子中也是根深蒂固的 只不过这里面的试不仅仅指的当官了 它可能指的是一份更好的工作 一个更高的收入 或者是更好的社会地位等等 其实读书和考试本身并没有错 世界各国也都是采用读书和考试的方式 来选拔人才的 只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所读的书是不是有用的学问 我们的考试是不是考察一个人的真才实学 而不是一个文字游戏 大家如果喜欢这方面的话题 也可以去搜索央视的这部纪录片《科举》 我觉得这部纪录片排得特别好 最后祝全国各地的考生都能金榜提名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YouTube账号李永乐老师里订阅我 点击小铃铛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更新信息